大家好,欢迎新年快乐,再一次新年快乐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一场European Study Talk 游学欧洲说明会 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欧洲官方在台的官方单位联合举办 那我们从去年的2022年9月一直要进行到今年2023年的2月 整个系列活动将邀请到了超过50多所的这个欧洲知名的高等校院 来进行这个留学欧洲线上说明会 那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荷兰 以及还有意大利等这个专业的顶结欧洲大学 要来接力的来为台湾学生里的留学欧洲计划来指点迷津 学校除了商管学院、资讯学院 更有著名的这个理工设计、饭店管理、观光、医学等科系的学校都有加入 他们都要提供给你最新的课程 以及还有教育制度、申请流程以及奖学金 以及毕业后在当地工作或者是创业等这个相关的资讯 你一定可以收集到你所需要的资讯和听到校代 以及学长姐们的经验分享都要来帮助你准备 以及你的申请还有你的未来的布局 那今晚留学欧洲部署未来 这一场的学校是由荷兰TIS荷兰商学院 TIS School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 那即将他要来为我们介绍以及说明留学荷兰以及这所学校的这些课程相关的资讯 那待会活动当中请大家不要忘记 一样把你想要问的问题 就你个人的情况都可以将你的问题打在我们Q&A的栏位当中 那我们后面会请校代来帮我们做解释 那荷兰这个TIS商学院呢为荷兰排名第二的以及欧洲排名前30的商学院 他们学校提供了给我们国际学生这个Fultime的MBA 以及还有Fultime的MSC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课程 这个一年制的商业企业硕士课程 那他们的商学院著名的几项特点包含了就是像小搅拌制的教学啊 以及还有高度的国际化的环境 以及还有专业的个人执癌的导师 还有顾问这个提供给你强而有力的辅导以及咨询 那有几乎96%以上的学生在毕业后的三个月之内 都可以马上的进入职场找到工作 那这一次的讲座的内容呢 当然包括了这个TIS的课程资讯以外 还有怎么样申请以及还有后续提供给你像关于履历的这个检验 以及还有一对一的这个咨询的机会 相信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资讯还有服务都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那TIS的商学院有来自非常知名的像卡佛 以及还有Instead这个法国的这个国际的顶尖的这个师资 超过了这个20多个国际的这个多元化的学生组成 以及还有非常注重专赋这个天赋 以及能力的这个职埃发展的这个课程 为进军全球企业这个全球企业培养关键能力 都在都在做这样子的课程 以及还有帮学生做这样子的培训 那同时呢荷兰TIS商学院长期为跨国企业中高阶 经理人量身定制这个领导以及管理课程 因应的这个世界还有全球这个组织 以及重大的变革跟调整 那学校一直持续的这个市场的领先地位 连续有六年都被英国的金融时报评论为 荷兰的排名前二大的这个企业定制课程的学校 那学校拥有这个多元以及还有企业这个客户 包括了像荷兰的第二大银行 以及还有全荷兰全球第二大的能力资源顾问公司 甚至像荷兰的前十大的企业集团 甚至像负责这个企业设立登记 以及还有政策建议的这个在荷兰的这个促进荷兰 经济发展的这个商会 他们在学校学校都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合作关系 以及还有资源 那学校有商学院有通过这个权威管理的这个机构的认证 这些的证照 那相信在现在目前为止将近有近百位的这个台湾学生 从荷兰TIS商学院毕业 那这些台湾的学生在课业方面表现都非常良好 毕业以后的职埃发展也非常的优秀 当然我们待会听你的请校代 可以帮我们做做分享以及还有说明 那我们赶紧来听听荷兰TIS商学院的介绍 以及还有来听听如何学校可以帮你部署你的未来 帮助你强化你的专业跟人脉 以及还有解说我们国际学生这样子的一个留学跟职埃之路 到底要怎么样来规划 那当然听的当中以及听完之后 请你按照你个人的这个情况 来询问各样的问题来发问 那任何问题请你将打在我们的Q&A的栏位当中 那我们待会请校代来帮我们做解释跟回答 OK, now let's welcome Ava Ava, now the floor is yours Go ahead Thank you, thank you 应该用中文就可以 对,谢谢答案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就是介绍 因为其实我听完都觉得好像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对,但是我还是可以呃这边写跟大家稍后一下我分享我的画面 还是与大家介绍一下我们TIS Business School 好,好,好,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吗 好,大家好,我是Ava 那TIS呢,我们在台北设立一间办公室 那这个今天办公室呢,就是负责亚洲区的招生 所以我是TIS在应该说TIS的导创代表 然后是背上台北在台湾 那我就是负责台湾协助 台湾同学要找TIS就读的时候呢 比方说时间的咨询啊 或者是协助申请过程等等 一路到后面的签证 就知道你飞出去 对,那之前就是我会提供各式的协助 好,那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来自台湾 那第二张一个团呢 因为我其实以前是理工背景的 那我在台湾呢,理工背景之后呢 我也开始进入职场 职场进入差不多大概两年左右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到航科 我也觉得很有兴趣 那我本人呢 其实我是就是TIS的教育 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呢 我就到TIS就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边是我们的study group的照片 是在study trip的期间拍照 那2014年就读,2015年毕业 那后来呢,我毕业在TIS毕业之后呢 我在荷兰当地有找到工作 然后从事进入marketing的工作 那后来呢 我在2016年第17年年初决定回到台湾 那台湾一开始是来设计 产业这边的project manager 后来就是从19年开始 正式就是在亚洲办公室 这边去在亚洲区做招生 所以呢,我建议过所有的process 就是从申请 然后在TIS就读 以及在毕业之后的找工作的这些经历路程 跟经历路 对,这些呢 我经历过 有什么问题欢迎多多询问 对 好,简单介绍一下TIS的历史 你说 那个声音有一点点就是好像会有回音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声音有一点不是很稳 现在OK吗? 还有声音? 可以 现在的声音非常好 嗯,谢谢 好,再回到上一页我看一下哦 好,我简单说一下TIS的历史好了 因为大家可能在网络上会查到各式各样的资料 第二次呢 我们是从Tuber University这边去成立的独立研究所 在1982年 那2004年的时候 Ihofe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就是爱因祸分理工大学呢 它开始involved到我们的Education System里面来 那这边是2006年的时候呢 TIS我们算是并购了一间在乌特勒兹 一间Nimbus University 那所以在2006年呢 并购之后我们改名成为TIS Nimbus 所以大家假如在网络上看到Nimbus或者是TIS Nimbus都是我们 对,那后来2014年的时候呢 TIS这边正式改名成TIS School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认知到说 Business其实应该是要provide a service to the society 才可以永续经营,才可以发展 所以Sustainability跟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都一直在我们TIS的基因里 这是一个简单的History 就是过往历程 所以假如有看到Nimbus啊 TIS Nimbus都是我们 对,好 那今天这边 今天这一场的介绍呢 会带到几项特点 第一个 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到荷兰留学呢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当然是我们TIS的Ranking 还有一些认证 那还有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我自己也推荐大家选的TIS 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课程介绍 然后再来刚刚也有提到的 我们提供了非常就是 其实就是strongest support for your career 那在就业指 就业辅导这方面呢 在TIS来说我们是非常强的 然后最后当然是我们的admission申请以及费用 然后会进到QA 那后来当然也刚像刚刚当然提的 脚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啊 你都可以欢迎直接打 先打到那个QA的box里面 那荷兰不晓得大家对于 就是荷兰的认识如何 当然会有像右边这样这么漂亮的风景 右边是我今年9月去荷兰的时候拍的 是就是本人拍的 所以不是什么美画过的照片 对大家可以为了这个图片呢 把它设立一个目标 我要到荷兰去念书 想要看到这样的风景 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 大家从遥远的台湾到欧洲去了好了 那会不会在沟通上有困难呢 那荷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荷兰人他们 虽然说他们的 就是official官方的语言是荷兰语 但是基本上它是欧盟就是非母语 英语非母语的国家里面 他们是英语流利程度是最高的 英语基本上算是他们的第二个母语 那我自己本人呢 曾经在上街小路就是迷路 那旁边问一个就是阿嬷就是奶奶的 就是她年纪已经在七八十了 用英语跟她沟通都可以通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无论是求学或是在日常生活 对 那当然呢因为这些英语这么普及 所以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也会 那个门槛也会比较低一点 基本上 荷兰它是一个非常open minded 非常接受 就是高度国际化的国家 所以很多的工作基本上你只要英语就可以申请 就是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会荷兰语 对 所以一般来说英语就OK在求职上 然后再来第二个特点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orientation year visa 或者称之为search year visa 那这个visa呢就是 假如是荷兰高等教育学校毕业了 毕业的学生呢我们可以自己申请 所谓的这个orientation year visa 那你只要持有这个visa 你可以在荷兰合法待一年 那这12个月呢一年呢 有很多事情你可以用这个签证找工作 或者直接用这个签证开始工作 或者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就是一年的度假也可以 所以这个签证呢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性 那不用担心 对那也会是一个进入荷兰的职场里面 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讲工具好了 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刚刚也有提到 非常高品质的教育 教育的就是high quality of education 那刚刚也提到TS呢我们很多的教职员 基本上也是跟也是合并的 所以我自己本人就是以前上课的时候 会有从MITSlong来的教授 或者是Cambridge来的教授 所以我们建立去取得最好的识资提供最好的教育的内容 那由于这些呢 基本上就可以带到我们的ranking跟我们的认证 像刚刚也有提到英国的金融时报 我们在全球也是排名 就是全球排名top 30 对那尤其我们最引以为要是我们的career development 这个部分尤其对于我们的同学 以及我们的毕业生我们的校友 我们在career就是协助我们的学生进入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 那甚至进入之后呢 还能不能在网上的这些辅导协助 都是我们的强项 那以及QS也有是forMBA的 那还有经济学生杂志 那这些等等都是 大家可以 因为ranking部分常常3,5,5会release出来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查看 对 那这边呢 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是 其实出国留学啊 它不是大家的终极目标 它其实是一个起点 那从那个起点开始 你会探索更多更多的机会 比方说在当地生活 在当地求学找工作等等 都是一些很精彩的心 就是经历 对 那也很推荐 我就是个人诚心的推荐是 及早开始 对 把握时间 好 那这边呢 要来跟各位介绍就是 推荐 推荐TS Business School 那也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些 个人的经验 第一个首要的就是 personal attention 从TS我们这边是小班制 小班制 那我们提供两个program 一个是MSCBA 一个是MBA 每一个program都会有program manager 也都会有所谓的career consultant career consultant跟你的personal coach等等 所以你会有很多一对一的机会 那在TS呢你不会是只有一个学号 你就会是你 那教职员呢都会记得你的脸 然后你是哪一年 然后你基本上强商是什么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personal level attention的会协助你去了解自己这些 好那small size class呢我们呢都会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都会拆分学习小组 每一个学习小组就是五到七位学生 那当在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教授就会一一寻就是轮回这样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时间跟你的教授啊 那跟教授员啊或者是你的同学去做很多的互动 那第二个特点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是我们非常重视国际化 那尤其针对国际来讲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会设就是名额的上限 所以近期就是这几年台湾的同学的申请者其实蛮踊跃的 所以有时候常常差不多到就是三四月的时候 以TS来说台湾的申请者的名额就额满了 对我们可能就会close了 所以我们会去着重这个diversity 那避免说在同一个group里面 在同一个班级里面会有过多的某一国籍学生 那会造成失衡 因为毕竟大家到一个international的program里面来呢 是希望第一个当然是求学求专业知识 但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学习不同的culture 这些都会是很重要的经验 好第三点呢 就是一年一年的时间那完成你的硕士 那一般来讲呢 有些荷兰的大学就是高等院校好了 会需要同学去先上一个所谓的行接课程 就是所谓的premaster 那在TS呢 无论你有没有商科背景 都欢迎就是教非商科的背景的话呢 你想要想像我一样想转成商科的 就欢迎到TS 那我们当然有提供所谓的late pre-master 我们称之为预备课程 prepervatory courses 那通常只要就是三周左右 所以不需要长时间 我们浓缩压缩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所谓的硕士课程 那当然也欢迎就是本科就是商科的同学 然后再继续进修 好稍后会有更多介绍对课程 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所谓的theory academic的knowledge 跟我们实际应用去做结合 所以在课程上会有非常非常多的case study 从课程开始前就要做pre-reading 那一开始第一天上课 老师就会开始询问说pre-reading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就是feedback 或是comment等等的 所以从那时候就会开始有密集的讨论 那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的毕业生在通常在毕业后 就可以很快进入职场 像刚刚提到毕业毕业后三个月内 基本上90%以上的同学都可以找到工作 那甚至也有高达80%90%的是在荷兰工作的 这些都是DOTIAS 我推荐DOTIAS就读的原因 那刚刚有提到会详细介绍的内容 那这个课程的这个timeline 是我们的MSCBA MSCBA的这个program呢 是设计给应届毕业生 或者是社会新鲜人 平均工作经验是在两年左右 好它有几项特点 第一个像刚刚讲 假如是非商科想要转商科的话 好 这边会有个预备课程 最多三个module 就是所谓的三个subject 那最多就是三周的时间 从大概八月中下旬开始 就会开始这个prepublic courses 那正式的开学会是在九月 那2023年是9月7号 那这边会先以foundation 包含finance and accounting marketing, supply chain, economy 然后还有一门基础的information system 第三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是所谓的企业变革管理 它的内容大多会是所谓的coach and consulting 那还有entrepreneurship等等 第四个是投资管理 那第五个是近期比较 就是比较夯的就是business analytics 好那specialization阶段结束之后呢 那整个半期又要回到一起 一起上课 包含一门strategy management 还有看一下csr对 还一门选修 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最好玩的应该会是 在五月底的时候 通常会有一个为期三到五天不等的study tree 过往我自己本人就是那时候是去布泰亚Porto 那近几年呢Porto或者意大利 不一定看当年我们跟乃坚院校有合作 那study tree结束之后呢 就会进入到thesis就是要写论文的阶段 那论文必须在八月底以前缴交 缴交之后呢中间会有一个空档 就是九月到十二月 九月到十二月假如同学有找到实习的话 可以开始实习 毕业典里会是在十二月 所以中间有一个空档可以喘口气 然后用这样的时间去试探一下就业市场 就业机会 这是MSE的timeline 那NBA呢 NBA我们也一样是一年 NBA它是设计给中高阶组管理层 那minimum你必须有 最基本最基本 你必须有至少三年的工作经验 平均MBA的class平均的工作经验是七年 所以当然看各位同学的选择 那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MBA它是比较是general management 所以从九月开学到 九月到十月 它主要是一个fundamental 一开始总共有五个module 那一直接续下来 它并不会有像MSE的主修 它是一个你必须样样精通 因为到了中高阶管理的时候 你必须针对这个management 有更多的讨论啊 insight或是你的knowledge等等 所以它并没有主修 general management 那再来呢 它基本上最后的阶段 刚刚画面上可以看到 五到七月的时候呢 这边的年写错不好意思 是五到七月的2024年 它不需要写论文 而是要做一个team consultancy project 它是一个project 所以你会work as a team 你跟你的小组成员呢 可能基本上一周会去拜访公司 大概两到三天 那去讨论一些business case 那最后要缴交这个project report 那在底下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optional的是double degree 假如假如针对这个MBA 你完成了之后呢 你想要针对所谓的 BA business analytics 在做进修的话 可以再加上这个double degree 那去回头修刚刚提的 MAC的第二阶段 business analytics 所以它有这样的选项 你不用现在决定 你可以先完成MBA的课程 那后续后面的时间 你再去思考 也需不需要 那当然在求学过程中 你随时可以跟你的career consultant 跟project manager 跟你的personal coach去讨论 好 这是MBA 刚刚一直讲到personal coach 跟career consultant 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就我们的强项 我们针对同学 或者是甚至毕业后的就业辅导 它会我们测试会有一个 pers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 我们称之为pctp 它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individual coaching 你会跟在这一年的study里面呢 就学期间你会跟你的personal coach 至少有三次的一对一 你的讨论 那你的personal coach会去教你 应该说会引导你探索自己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你适合什么样的企业文化 那你可能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career goal是什么等等 那以及包含career consultant 那career consultant呢 是TS的职员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辅导师 他们会做的事情就更多 那包含底下第二点 small group workshop 他们会在定期举办workshop 比方说CV 第一个一定CV motivation later 就cover later 然后interview skill business culture很重要 然后再来还有linking等等的这些 他们会有依序安排workshop 那这些结束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通常MSEBA会在4月 MBA差不多会在5月 我们会举办所谓的TS company day 类似校园真才 那藉由这样的event呢 我们96%的同学基本上毕业后 三个月内都可以找到一份 就是好的工作 career consultant他不止这些 除了small group workshop TS company day等等 之外呢 只要你开始找工作 那你有看到你有兴趣的 你看到有兴趣的job vacancy 你只要把你的CV motivation later 然后记得把JD工作描述 都准备好 一起寄给career consultant 他可以给feedback 甚至进到interview stage的时候 他跟你career consultant 可以约一对一的练习 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 非常有帮助 像刚刚提的individual coaching 那就会教你探索自己 你是谁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你的career goal 那你要怎么去获得这个job 等等的 那通常通常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 同学会开始探索自己 因为以亚洲文化来讲好了 我们可能会比较想去比方说 大企业等等 但是其实有些同学 会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会发现 其实我不适合大企业 我适合中小型 或者是我适合新创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是希望 是希望协助同学 发掘自己的热情 然后去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样 那才可以永续 大家也可以才 工作才开心 才可以work life balance 好 那这边会是一个 简单的列出来 都是big name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校友 有更多的中小型企业 在当地 都是我们毕业生 求职的最终目标 就是就职的公司 那包含Acentral TNT Nine Oreal Inilever等等 好 这个就不多赘述 好 我们先进到底下 时间可能有限 好 简单的一个比较 我刚刚提TS 我们有两个program 两个full time program 一个是MBA 一个MACBA 两个差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 班级大小 MBA是更小型 更精致的 每年我们只收35到40位同学 每年就一个班 好 那study trip呢 我们会有一天到布鲁萨尔参访 就是欧盟的总部 那第二个 MBA有两个study trip 一个是布鲁萨尔 一个是巴塞罗南或米兰或波多 就是看 就是depends MBA不用写论文 要的是team consultancy project 那最终目标呢 是中介管理 是所谓的general manager MACBA设计给 应届别生或社会新鲜人 我们一年会收大概100到110位同学 会拆分成两个班 那无论哪个我们都会拆 再拆分study group 好 MACBA只有一个study trip 呃通常就是 就是study trip的location是 布鲁萨牙或意大利 所以整个班会移到当地 在当地会呃在当地business过上课 也会做企业参访 那有时候会有filtry看课程设计 那MACBA的话呢就必须写论文 通常MACBA的毕业生呢会有所谓的主修 所以会根据他我们选的specialization 去找这个领域的job position 那提到的是这边条就是入学条件 最重要的是语言成绩 语言成绩 所以我们要求雅思6.5或者是 Tofa IBT 90 那雅思的话呢我们通常也会看 speaking跟writing至少建议 建议通常要6.0以上 好 那第二个呢是education background 这边呢像刚刚提的TRS 我们是欢迎不同background的同学到TRS就读 所以只要大学毕业 in any field都欢迎到TRS就读 好刚刚也有提到work experience MBA至少要三年的工作经验 平均是7年 MACBA欢迎应届毕业生 所以没有设限 平均工作经验是在两年左右 那再来呢再来呢通常想要apply 就是商学院申请商学院的时候 同学通常会问需要GMAT吗 好 TRS这边呢我们提供一个alternative 就是我们自己的内部测验 TRS capacity test 所以同学可以选择GMAT 或者TRS capacity test 那当然同学假如已经有考取GRE 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申请过程 申请流程 其实稍微就是偏小型的business school 那我们在申请流程上 通常有时候可以比较弹性 那通常通常会以这样的就是画面上看到的流程 第一个你一定要开始线上申请表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那假如要申请奖学金 那你也必须包含你的 scholarship essay 那当你按下submit 当你递交之后呢 第二阶段 TRS capacity test 假如你有Gmail 假如你有GRE 那第二阶段就免除 就直接往下 语言成绩 假如也有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跳下到第四阶段 interview interview的话 通常会是线上 不过呢 面试官在二月的时候 二月二三或二四 预计是在台湾举办face to face interview 那欢迎就是各位同学 直接开线上 现在直接就是开始申请 那通常申请你不在假 你不需要写动机信 所以以假设的申请来说 其实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你把align application里面 个人资料填一填 那里面有一个小部分是ASA 那它会带出你的动机 每个回答 你大概是100到200字就足够了 那完成之后 if everything looks good 那我们就会安排二月的interview 那TRS呢 我们是rolling basis 先随到随省 所以你一下 一旦就是你按下submit之后呢 我就开始后续的程序 那面试完之后呢 通常在两中呢 你会得到一个admission result 所以这是plication process 好 那大家也会很关心学费的问题 学费是多少钱呢 上面是MSEBA MSEBA total的program fee 是25500欧元 包含100欧的申请费 是你在按下那个submit的时候 你就必须先付掉的online payment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注册费 当你拿到acceptance later 你决定要到TRS就足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先付这个2000欧元 那后面的就剩余的是tuition fee 以MSEBA来说 还有extra的是所谓的预备课程 所以刚提到最多有三门预备课程 那预备课程的费用 到时候面试官这边会决定 你要上哪一门课程 那你就必须根据这个决定去付 这个prep course的费用 好 这是MSEBA 那MBA的total program fee是40,500欧元 那一样包含申请费100欧 然后注册费4000欧元 那剩余的就是学费 那这个费用呢 基本上它是包含 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 包含就是书籍 还有你的学习材料 以及刚刚提到study tree 因为study tree是课程设计的一环 就是的内容 所以这个费用是包含study tree 那简单讲一下 学生生活 在TAS呢 我们MSEBA跟MBA的program 现在都是在荷兰的第四大城 是乌特勒兹Uthread 它是在位于荷兰的正中央 所以转车都很方便 那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乌特勒兹中央火车站 右边的就是荷兰国铁 它是上下的 上下 那荷兰搭火车 就是蛮方便的 你到哪里都很方便 然后随时 大概每15分钟就会搬车 所以 那TAS呢 TAS的campus 它基本上就在中央火车站 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 它会先进一个shopping mall 然后再走到TAS building 所以离市中心非常非常近 好 那这是去年9月开学日 我们在开学日 我们称之为introduction day 我们就会有课程的介绍 那画面上看到的左边 这位是我们的director fulltime的director 他也是aluni department的director 那右边呢 是我们的MBA 是我们的academic director 在做介绍 所以开学日当天呢 你就会认识全部的教职员 那接下来的一年 你会跟哪一个教职员有密切互动 也会有认识 那再来再来呢 TAS的学生生活 通常我会说从一杯咖啡开始 在TAS呢 就是有无尽的咖啡 你可以任你喝 对 所以每天早上一到学校 你就会先按一杯咖啡 然后醒脑 然后就会开始坐在教室里 听课 那通常通常教授就是 早上上课 那中午就是放饭前 就会给一个topic 说下午小读讨论 比方说下午一点到三点小组讨论 那三点三点半回到教室 开始做就是小组报告轮流 那最后四点半再做一个summary wrap up 那就结束一天 所以他会 他其实是蛮密集的 TAS我们是用一周的时间 上完一个module 就是一个subject 四天 周一到周四 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所以就像上班一样 就是还是要需要咖啡 才可以提升端助力 四天上完 两周后考试或缴交报告 或者都有 所以一年的时间 其实时间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快 然后后续就会接续写论文 然后论文后就会是找工作的时间 那底下呢 两个是TAS我们有到公司 去做企业参访 左边是在德国杜塞佐夫的Voltafone 那右边是在英国的 英国还是爱尔兰的IBM的公司总部 所以当年呢 会有哪些企业参访也都不一定 我们会看当年我们跟哪一个公司 有密切的合作 比方说像前几个月 11月的时候 我们的MBA的同学 我们举办了所谓的 Brain Loyalty Challenge 那Brain Loyalty呢 它是荷兰的一间Marketing的公司 他们有些Business Case 所以他邀请我们 那这是一个两天的活动 他们第一天就先把这个Business的Case提出来 那开始MBA的同学就开始做小组的讨论 然后第二天直接报告 然后选出一个Winner这些等等 所以每年的活动都会 或是企业参访都会有一些不同 那尤其Brain Loyalty Challenge这个呢 他又不只是一个参访而已 他还会跟这个公司 有更多的讨论跟合作 以及了解 这都是TX我们在协助同学迈入 衔接到就位市场 我们付出的努力 好 那刚刚提到 大家很关心 毕业后多少人 少到工作 像MCBA我们通常是说 毕业生通常96% 在毕业后三个月内都找到工作 那大概这边也可以看到 75%的同学是留在 留在荷兰的 那以及右上角的industry跟 左下角的job functions 那31%通常会是training ship 不过这个呢 这个数据统计是过去 就COVID之前的 那当然COVID-19的期间呢 有些艰困 但是现在是所谓的后疫情时代 那在我9月到荷兰去跟总部这边做think的时候呢 career consultant有说像现在的job market非常非常之好 对 所以通常毕业的时候 我相信现在这个比例是高于75%的 那这边看到的数据呢 也是过往 左上角这是2017年12月的 那尤其针对亚洲学生的毕业生 83%在毕业后的亚洲学生在毕业后 三个月内找到工作 那甚至92%的亚洲学生是在荷兰的 那这边有更多的big name 对那都是我们的校友就职的公司 好时间应该还OK 这边再讲一下housing很重要 因为近期在荷兰租屋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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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问题 就大到就是去年大概7月的时候有高等院校直接宣布说 国际学生假如没有找到房子 建议你不要来 不要前往 不要不要跳上飞机 那在Tiars呢 其实我们固定跟一些租屋机构 以及一些比较individual的landlord 有合作 我们保留这些房源给同学 但数量有限 我不敢保证都有 那通常在Tiars的policy就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d 所以我们有这些房源 至少至少让我们的国际学生 就是有个安心的落脚处 对不用特别再担心说 我找不到房子 我要在校园内搭帐篷 那我找不到地方可以注册等等 那我们尽力的提供同学就是安心的求学环境 好 讲到这边不晓得有没有问题 好像有一个 好我想他刚刚的问题应该刚好您最后的这个资讯都有covered out 哦 好 我还没看那个 那还有没有其他 目前还没有 就是无论是以校代的身份还是以校友的身份都可以 好 欢迎大家在线上的各位朋友 如果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不管是想要询问我们的校代或者是我们的校友当初念书的时候到底苦不苦啊 这种的生活的经验分享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请教他 好 那我们在等待大家打问题的同时呢 可能好 我先来丢几个问题 那想请问就是在TIAS的上课 像刚刚讲到的MSC以及还有MBA的不同 那像MSC的课程 他除他是不是大概是像一般像小组的讨论会讨论形式的上课方式 还是说比较多是属于独立自己要去做研究 要做准备project 然后做presentation 以上课来讲呢 MSC跟MBA来讲都会差不多 只不过讨论的强度会不一样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MBA是工作经验至少就三年 平均是七年 那我们无论在哪一个program好了 我们都是欢迎不同背景 那MBA有些会是工程背景 那有些是上课背景 那大家至少在专业领域上都有一定的 就是累积一定的经历 看过了很多 所以在讨论上会更激烈一点 我可以这样讲 对 就是会更扎实一点 因为讨论出来的都是过真价实的case 对 那MACBN呢 通常就是因为平均是工作经验是两年 那大概三分之一会是应接BA生 对 所以大部分可能还是讨论理论 然后初步的business case为主 好 那上课呢 其实就是通常两个program都一样 一半大概至少一半 或是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听课 那剩下有时间是小组讨论 那最重要不一样就会刚刚提到的 MACBN是论文 论文的时候就是自己本人要埋在电脑前面开始做研究 对 那MACBN呢 因为是所谓的team business consultancy project 所以就是你是跟你的team member一起去完成这个project 是讨论一个business case 对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同会是在后面 这个答案有回答到我要问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课程它的重量上面来讲 还有程度上面当然还是有些不同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不管是叫应届毕业生 或者是工作经验比较少的同学去TS念书 我相信因为老师以及还有课程的内容的关系 因为比较你们就是真的非常着重在职场 然后非常属于企业这样子的实作的内容 所以相对的变成同学 其实他进步的程度应该速度应该是会很快 那再请教您刚刚提到的这个personal coach的部分 那personal coach他有机会可以在协助在学生 在课业上的这样子一个coach吗 还是 好问题就是personal coach呢 是TS跟第三方机构就是比较专业的职业辅导 那合作所以一整年下来 就是至少三次对多大概四次 跟你的personal一对一谈话 那我会甚至会觉得说 你把就有时候养中学生到就是遥远的欧洲 尤其冬天又冷 又冷又湿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心里或是所谓的culture shock 有遇到什么难题 当然也可以对于personal coach去分享 去寻求帮助 但是但是在TRS我们有更多的resource 包含你所以是可以找career consultant也可以 所谓的program manager也可以 对就是你找得到的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你说在课业上的话可能要先找就是求助于program manager 我们的发想成他是一个班导师好了 对那program manager这边可能就会协助同学 那甚至真的不行 其实也可以再跟academic director约 因为荷兰的文化其实比较是flat 就是没有hierotic的阶层 所以你随时要找director讨论也都可以也都欢迎 对 哇好棒哦 那这样说来的话 学生就是说他独立要写完这个所谓thesis的话 是这样子thesis这样子论文是指要写完几万字的这样子一个论文报告吗 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两万字 对以MSE毕业来讲是两万字 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他毕竟是master of science 所以一般的论文的架构就会是所谓的introduction 然后review然后研究方法 然后结果讨论然后结论 通常会是这样的架构 那在写论文的时候thesis我们会assign 会根据同学你自己选择的topic assign一个supervisor你的指导教授 那在MSE毕业在六月到八月期间 你就必须跟你的教授有密切的联系合作以及讨论 才完成这一个两万字左右的论文 对 哇这个规划以及还有这个整个的配套非常非常的完善 我这听起来嗯好那时间也差不多好 我们线上的同学们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是呃这个呃 想要申请tass学校的话请你无比赶快少这个萤幕上的qrcode 或者是把这个萤幕print screen下来真的呃 呃其实以整个欧洲来讲呃荷兰确实是呃很多同学未来可能想要找工作 不管是实习或是呃最终的这个呃 full time 的这个全职的工作 大部分人可能选择呃呃既然到了欧洲去念书可能都会考虑先来到呃荷兰来来实习或是来工作 所以相对的今天呃既然已经有tass在荷兰来帮你做呃准备帮你来预备 然后甚至还已经帮你安排了就像刚刚讲的这个荷兰的住宿 这去年今年呃确实是很大的一个issue 所以呃既然已经都有这么这么新好的配套做事都帮你安排好了 而且课程是一年真的是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拿到一个呃不管是MBA或者是MSCBA这样子的一个商学的硕士学位啊 直接在荷兰可以当地的来来呃找到工作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投资 好那最后呃Eva这边还有没有想要再提醒我们呃线上的同学或者是来告诉我们最后的呃一分钟 呃就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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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我们在台湾通常会说见面三分情嘛 对那其实在荷兰在文化上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假如有CV的话就放上你的profile picture 嗯对那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的面试官在2月2324的时候会在台湾举办face to face interview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从现在就开始申请 那有机会就是face to face interview都会更亲切 对 嗯好对这是非常呃就是要赶紧先来先来呃先来booking一个位置 然后先来做interview以及还有先来申请这个TS 来先了解一下这个TS更详细的这个课程内容大概会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Eva以及还有谢谢呃现在也在线上的各位同学各位大家呃就是今天晚上呃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说明会 那我们明天呃呃有一场实体的明天的呃这个呃这个说明会是一个实体的场次那明天是由法国两所呃知名的这个商业学院商学院呃来做说明如果明天呃在台北的同学或者是有到要到台北的呃同学或观众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到我们的办公室这边来来参加那还没有报名的或想要知道呃地点的都欢迎你直接上我们的官网上面来找寻资料或者是写信给我我再把详细的资料给你好那今天再一次谢谢 谢谢Eva给我们详细的呃资讯然后带给大家好那我们希望下一次在我们的教育展上面可以直接的看到你来来来给我们同学的嘴跟我们的解说谢谢嗯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加那我们就明天见好拜拜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